中南海密貿大事 公安部要案疑點多 鄭州大批存戶集體維權 遭黑白兩度毆打 京全上海又要封城 官方辟謠忍恐慌 烏克蘭取締共產黨專家對中共打擊巨大 學者警示中共破壞世界秩序 康埔市吹哨人 孫力軍政治團火案日前已結案 但出現諸多疑點 外界懷疑習當局正在密謀大事 中共政局或有變化 7月8日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案在長春市中級法一審開庭 然而對於他的控罪從一年前的政治層面 例如政治野心膨脹 私藏私放大量洩物材料等等 轉為6.4億元的賄賂 操縱證券和非法持槍罪 時評人橫河指出該案疑點太多 例如一個公安部副部長是否有足夠資金和權力操縱證券市場 而且最奇怪的不是吸出的罪名 而是沒有吸的罪名 橫河話中紀委的多次通報都提到過孫力軍政治團火 多數說法指這是反習團火 但搞政變怎樣也是常委級別 顯言孫力軍背後有更高級別主謀 然而結案是關於孫力軍搞政治團火等政治罪名 全部都不見了 非常奇怪 據法廣報導 中國新聞周刊曾引述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話稱孫力軍政治團火案 對黨造成的損害更大 嚴重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 等於說查處孫就是消除了中共內部的一大政治隱患 分析指出 這實際指的是消除了中共黨魁習近平的一大政治隱患 而現在隱瞞孫的主要罪行是因此會牽連到更高層 或者是因為他主要罪行的政策還在繼續執行 不能公佈 或者說孫已經將習當局想要的都公出 可以從輕發落 外界不得而知 還有分析指出 聚焦孫力軍案實際上 習近平是劍指孫力軍背後的萬建柱 以及萬建柱的後台曾慶紅 江澤民 防止習近平連任被阻 據悉從香港返回北京後 習近平一直沒有公開露面 外界猜測 如果不是身體健康出現問題 很可能只是處理重要事件 前幾天 江珍派系白手套趙建華也開庭受審 不過當局沒有公佈罪名 外界懷疑 習當局應該是已經從趙和孫的嘴裡 收集到足夠的證據對付江珍 現在暫時不對政敵下手 原因很可能與十九大的情況一樣 習與江珍達成政治交易 用保乾真平安換取對她的支持以保連任 分析指習當年與政敵妥協 錯過政治改革的關鍵路口 這樣反復失去正義性 變成純粹的權力鬥爭工具 7月10日 河南鄭州數千名銀行處戶 在遊行示威中遭到毒打 近中午時 現場大批白衣人 黑衣人 暴力蟻人 捉人 將所有儲戶送往多個地點進行控制 相關視頻在網路流傳引起網友憤慨 質疑河南警察暴力對待儲戶 連女人、孕婦、殘疾人都不放過 民心盡失 10日凌晨 數千名河南鄉鎮銀行處戶受害人 聚集在鄭州中國人民銀行門前示威 揭露當局採取各種卑劣的手段打壓儲戶 儲戶手中的環幅寫著 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對待儲戶、反迫害、要求人權法治 反對權力任性、反對河南省政府、聯合黑社會暴力毆打儲戶 反對河南政府腐敗、暴力、40萬全戶的河南破滅了中國夢 據儲戶反映當局派出上千警察、城管、身份不明的白衣人上前圍困 這些人組成人鏈、白衣人站在警方前方 阻擋維權處戶抗議並對處戶施暴 有處戶表示維權的人幾乎都被抓 現場至少有40輛當局派來的大巴車 每輛車上都是被抓的人 處戶全部拉上車以後 穿制服的警察就開始在車上控制他們 甚至有些人被便衣警察和政府顧的黑社會拳打腳踢 外界發現在10日早晨 處戶們還可以在微博更新現場情況 但是到了接近中午時 微博上相關的帖和詞條都已經被刪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河南事件至少涉及數百億元人民幣資金 因此從5月23日開始 鄭州市的中國銀行、河南監管局外 每天都有很多抗議者要求當局 將存款順利歸還投資者 據《三立新聞》報導 7月10日上海爆出Omicron BA5變異株個案 隨後經傳上海下週二將大面積封控 消息雖然立即遭到官方否認 但仍然引發民眾恐慌 10日上海報告一例 Omicron變異株BA521的案例 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 該案例為境外入境關聯感染者 同時上海COVID-19疫情再次加劇 連日新增數百例本土陽性感染者 當局接連升級高中風險地區 累計已到198地 然而距離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高涵 打贏了大上海保衛戰只有半個月的時間 網傳上海第二次保衛戰又要來了 10日晚間傳出 上海下週二將大面積封控 發動8日行動 方艙要重啟 實際陽性人數已上千等消息 不過網民遭到上海官方否認 表示下週二至週四 是對黃埔區、徐匯區、長寧區等地存區域 以及其餘行政區中有陽性感染者軌跡的街道 開展全員核酸細茶 強調上海無所謂8日行動 不過中國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沒事別辟謠 本來章信章義 一辟謠說緊去團科 不搞乾淨就將商業傳開 再來一次傳風是必然的 都這樣說了還是團點菜吧 前居之鑑擺在哪裏 據悉上海今年4月 因為中共的精靈政策封城超過1個月 好多人家裡離不及團物資 造成不少悲劇的發生 據烏克蘭法院官網通報 7月5日 第北行政上訴法院下令永久取締烏克蘭共產黨 該黨和各地區市、區組織、其他基層組織 與其他結構實體的財產、資金和其他所有資產 皆上繳給國家 與烏共密切的中共資金對此沒有回應 烏共和中共一直交往密切 2013年4月17日 中共駐派烏克蘭大使張喜雲 會見烏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西蒙蓮科大談合作 7月8日 楊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表示 烏共被取締對中共的打擊巨大 烏克蘭看到 俄羅斯入侵華斯科最大的底氣就是中共的暗中支持 烏克蘭同時看到 世界僅有共產國家無道義 也不道義 只顧自己的利益 他們肯定在自俄烏戰爭當中 重新認識了共產黨對於人類的危害 才有如此明確的一個判決 李元華指出 好像先前的捷克、東歐的國家 包括現在的烏克蘭 一直都在清算共產毒素 這次徹底地從法律上來取締共產黨 其中包括了沒收他的財產 可以說是整個烏克蘭人民的選擇 他認為這件事對於中共黨員也有啟示作用 中國人如果知道了共產黨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應盡早退出中共選擇一個美好未來 而不是跟隨中共做其殉葬品 烏克蘭共產黨曾經是蘇聯時代的執政黨 1991年烏克蘭脫離全蘇聯統治獨立 早在1991年8月30日 烏克蘭最高拉達職議會宣布取代烏共 甚至禁止該黨活動 但禁令在2001年12月被烏克蘭憲法法院通過決議取消 2015年烏議會通過了名為 有關譴責共產主義及納粹主義等極權主義 影響與徵除其標誌的法案 同時還禁止納粹和共產黨的標誌和其思想 為將被處以5至10年監禁 對於本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致身亡一事 有分析說安倍的對華政策 及日本與世界樓下重要政治遺產 是警示中共在破壞世界秩序的追哨人 政治學教授王維正對自由亞洲表示 安倍代表一個世代的終結 因為二戰以後出生的日本領導人 不會有像祖輩那種原罪心態 因此北京要與日本交往的話 一定要態度正常、撤之以恆 契合價值和利益 並不能永遠用歷史問題來纏繞中日關係 此外日本是中共國崛起之下 欣泰地區的一個中流砥柱 其經濟和軍事實力起到一個保險的作用 此外保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恢德表示 安倍是一位很重要的追哨人 因為他向西方世界提出了中共執政的中國 對世界現有秩序的危險性 台灣問題 陳恢德說 安倍是在中國所有倫國中最清晰、嚴厲和強硬的一個 他曾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還警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絕不能誤判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也說 當美國和其他世界領導人 仍然堅持與北京接觸的方式時 安倍將日本的外交政策 重新定位於與中共長期競爭 他認為安倍提出的這一點 對全球長期應對此難題作出重大貢獻 陳恢德表示 安倍一定程度上令美國轉變了對中共當局的基本政策 王維正也說 在對華政策上 日本可以說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最可信賴的一個盟友 無論是經濟、政治制度還是價值觀 另外日本參議院選舉10日晚間開票 被稱作修憲勢力的自民黨、公民黨等四黨 已經確定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 達到國會提議案的門檻 外界指出這代表安倍晉三的遺願有望實現 而且對於中共將是尋重的打擊 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晉三生前最想推動的事項 內容包括在憲法第九條明確寫入自衛隊 以及新設緊急事態應對條項 進一步建立正式的日本國防力量 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屆時日本將重新武裝起來 從而深刻改變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 以待的主動部 就是間 была遇rée 中島上市民的我確定 地緣政治局 所見的設計 以為 genom無駝的